这些人最后坐穿老底了 才想明白 哦 原来 法 法就是 法是你跑到哪都都都白搭的 中国中国一样的 啊 你怎么了 你是外国人 你在中国违法了 你做中国违法的业务了 不允许做 你在中国做交易所了 就可以逮你啊 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我看明白了 主要你们看不明白 以后到时候挣到出来之后 你再翻看我这个视频 是不是我说的都应验了 是吧 再看一下我几年前拍的那个94的视频 还有那个十二五的视频 是吧 我都拍过 我都说 说的一次比一次 因为我是解读政策 解读这些东西 我自己要先看明白 我解读完以后 我就看明白一点 就这些东西不能碰了 交易所 我当时就说了 交易所不能开了 项目方不能做了 然后投资人 你也别 别拿别人钱投资了 我给行业的人点点醒过那几年前的事 但现在 这是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非得要那个走到最后一步吗 币圈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拿自己的钱再投资什么项目了 一定不要拿自己的钱去投资什么基金了 机构了 让他们替你投资 或者去代买什么代币 或者是参加什么活动 这已经不是什么挣钱的生意了 这已经早就过时了 啊 啊